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曾经有人说过 我们身体里的每一颗原子都来自一颗爆炸了的恒星 我们的一切都是星辰 郭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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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你是谁 怎么会这个样子 难道我从大家的记忆里消失了 按照时光穿越的规则 一旦暴露了未来人的身份 就会引发时光回溯 你会回到之前的任意时间点 主人您怎么了 怎么感觉精神恍惚的 难道是幻觉 我是来告诉你 必是再一次改变了 原本呢 我应该更顾也知 才是命中注定的一对 但因为你的出现结局变了呗 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很多事情 理论是没有用的 需要实现的 默默 告诉我 你到底是谁 如果我告诉你 我的真实身份 这一切都会消失 你说我死了以后 会不会也变成一颗星星 虽然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离开 我也不知道 在回来的时候 需要多久我们才能相遇 但是我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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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